大家好,这里是中国新闻网 今天我们邀请到一位特别的来宾 跟我们进行连线 近日他的一组反种族歧视摄影作品 登上纽约时代广场的大屏幕 他就是中国摄影师罗宾 现在我们与他开启连线 你好,罗先生 Hello,大家好,我是摄影师罗宾 很感谢大家对于我作品的支持和认可 谢谢 您好,请问您是在什么情况下 想到要创作这组摄影作品的呢 这些摄影作品又是怎么登上 时代广场大屏幕的呢 请您介绍一下 好的,这组照片其实是去年11月初 给杂志拍摄的一组时尚创作的旧照片 然后这组照片最初和杂志沟通的时候 我们在商量用怎么样的旧模特 包括整个拍摄的主题 然后在思考过程中 我觉得与其去想什么样的类型 或者什么样肤色的模特 那不如每一个肤色都找一名那个模特 用第一可以用来表达品牌 时尚的就多元化 也能用这一个小小的举动来表达我自己的想法 然后就大家都很喜欢就这个想法 所以最后也有幸就得到了上时代广场大屏幕的机会 好的,谢谢 那第二个问题是 这个作品的名称咱们关注到是挺有意思的 叫All in Love 您能谈一下是怎么样想到最后要给作品起这个名字的吗 其实之所以把这组名字叫All in Love 就是想表达一种美好的愿望 希望世界能多一点点爱 对于这组照片是想表达 无论你是什么肤色 我觉得美丽和优雅应该是所有女性的代名字 那谈到这个反种族歧视的问题 您怎么看待美国的种族歧视问题呢 其实我觉得之所以这个会成为一个问题 或者它是一个话题 就是因为我觉得它是无法被解答的 这也是不同文化需要互相交流的原因 消除文化和种族之间的误解 随着文化和教育水平不断的就提高 至少现在我觉得会越变越好的 好谢谢您 那您在自己过去的经历当中 或者说生活当中 有没有经历过与这个相关的事件 其实真正关注种族问题 可能真的是因为就之前的那个Stop Asian Hate 就是反歧视亚裔的就这个事件 因为我当天就也有去那个现场 因为我也想知识一下就我们自己人 然后我看到现场其实有很多 并不是就亚裔 比如也有白人 黑人也在那里帮助我们亚裔去发声 可能就是在那个时候 就在我脑子里留下了这个印象 之后我也应该去做这些 好的谢谢您 您刚才谈的这些都是根据您的亲身经历 咱们也觉得学习到了很多 那接下来您还有一些什么样的创作计划呢 除了工作部分 如果说到纯创作拍摄的话 我依旧还是会继续拍摄我们新中国风的这个作品 然后之所以我叫它新中国风 我是希望通过把传统的东方美学 用一种当下或者这个时代或者不同地方 一种新的表达方式去结合 包括我个人对东方美学的一种理解就也好 希望能做到一种文化的创新和延续 这样才能让更多人去了解和认识我们中国人的文化 好的好的感谢您 那今天因为时间的关系 咱们的采访就在这里告一段落了 非常感谢罗宾先生接受我们的采访 也希望他能创造出更多的更好的传递中国声音 向世界传递一个真实的鲜活的中国形象的作品 感谢罗宾先生